三皇炮锤泉 源于我们古代皇帝 战池游时候已经形成了雏形 在有文字记载的已经到了明末清初了 第一代传人文字记载是峨眉道人 传其乔三秀 乔三秀又讲奇术 传其乔赫灵 由乔赫灵再向下传 传到宋麦伦 到这个时候 三皇炮锤泉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 在当时宋麦伦 在与武林界交手的时候 由于出手神奇奥妙 所以被当时武林界誉为神权宋老曼 这个宋麦伦又传众多的弟子 其中他的亲侄子宋采臣 是他的一个德意弟子 宋采臣再往下传 传到李瑶臣 李瑶臣是我的师父 李瑶臣在一生的当中 可以说毕生经历 都贡献给了武术事业 经过他长期的武术实践 对原有的宋派三皇炮锤泉 逐步进行了取其精华 重新把三皇炮锤泉 由原来的十二趟 归结为三趟 也就是第一趟炮锤泉天皇 第二趟炮锤泉地皇 第三趟炮锤泉 人皇 因为这个拳书出手如锤 发拳四炮 因此叫三皇炮锤泉 这个拳是朴实如华 我们一看这个拳就知道 没有花拳锈腿 看上去笨手笨脚 实际上它内里是相当敬畏的 具有行义八卦 太极这些个庙房 它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沉稳 刚健 通过我们演练它的套路 可以看到 它每打一个动作 每出一拳 每踢一腿 都是非常沉稳 刚健有力的 而且在每一个动作当中 它要配合呼吸 使出周身的整立 来打出这个拳 踢出这腿 第三个特点 就是内外合一 我们所讲的内 平常我们讲内练一口气 或者说精气神 外练筋骨皮 或者说肩肘腕跨膝投足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动作当中 一动无不动 浑身 就是每一个动作 你一动无有不动的地方 一静无有不静的地方 就是内外合一 要动一块动 要静一块静 统一行动 第四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实用性 非常强 所谓实用性 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 就通过宋派 李氏三方抱锤的演练 套路 可以使我们 第一 枪身健体 防病 去病 能够使人 延年易受 延年易受 第二个特点 这里面就是说的 第二个内容 就是 积极性相当强 它的每一个手法 每一个推法